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上个星期我讲的 我们要从 上个星期我讲的那一个信息 那么我今天要继续讲 从挖这个复兴的水井 那么挖这个复兴的水井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讲到 就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 当我们说预备复兴来到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那个真理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有继承遗产 和产业的权柄 所以当我们知道说 原来我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住在这一块土地上 这个土地的产业 这个土地的遗产 是跟我的后代有分的 所以我们之前可能 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你说 原来这块土地的产业 是跟你有关系的 那么你有分的 以前也没有人跟我讲过 我信主这么久 也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个东西 但是就在前几个月 我在ASSM教导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让我明白很多 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 其中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在属灵上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可以继承遗产和产业 那么我们来问喜一下 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说 这个复兴的 从挖复兴的水井的时候 所以最后我结论的时候 我们说 要挖复兴的水井 一定要从什么 祷告敬拜的生命开始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一直都知道 你信耶稣那一天 你都知道要祷告 那么我们要把 祷告的祭坛建造起来 这个祷告的祭坛 就是你 我们个人的祷告的生命 要恢复过来 那么个人的祷告生命 建造起来 你就能够去建立 你家庭的祷告祭坛 那么你家庭的祷告祭坛 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你的家就可以帮助 教会的祷告祭坛 那教会的祷告祭坛 能够恢复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教会就开始祝福整个城市 所以今天我们 从城市的祭坛建造好 我们就开始祝福国家 我们就开始祝福整个亚洲 其实这个就是 每一个教会的呼召 当然我们一直讲 在口上那教会 你一直知道是 我们被呼召 去祝福整个亚洲 的国家 那么我们要祝福的话 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先被建造起来 所以呢 今天早上呢 我再一次呢 挑战福育地生姊妹 你个人的祷告的生命 已经在建造了吗 我知道很多的人已经 已经可能你都忘记了 要祷告 每一天你的祷告的生活生命 那如果你个人的祷告 生命已经停了 或者是已经没有了 倒塌了 那不是要定罪 而是要鼓励你说 是时候 因为时间到了 上帝要 父亲来到这块土地 要从我们个人的 祷告生命开始 所以呢 你能够不能够说 Amen 父亲必须要从个人的 生命的祷告开始 说Amen 那你转过去跟旁边那个人 父亲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开始 不是从Jonathan来 Jonathan来的时候就很父亲 他走了就没有父亲了 那个都是一个父亲的氛围而已 那真正的父亲的是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 祷告的生命 要开始恢复过来 所以今天早上呢 你要跟神讲 你要问神说 上帝我的祷告生命 要怎么样开始 我相信我们的区牧呢 我们的同工们 都在积极地帮助弟兄姊妹 所以呢 你在小组里面 你的组长呢 会告诉你说 我们可以怎样地 建立自己的祷告 那比如说呢 你可以用 你可以在小组里面呢 你们可以两个三个人 一起每一天祷告 用Fast Set 用手机一起祷告 或者是我们楼下 已经有一个祷告室了 所以我们已经在 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楼下的祷告室呢 是从星期二到星期六 早上我们八点呢 其实七点就已经开始在 就是他播放音乐在下面 你们可以随时进去祷告 祷告完了自己出去 都不用没有 不用找人 也不用让人家知道 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也不需要让人家知道 只有你跟神之间 你觉得我很想来教会祷告 那我就去楼下祷告 神感动 那你就来 只要八点 就是七点到下午四点 下面都是开的 我们要重新建立 这个祷告的祭堂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我们把这个祷告室 建造起来 不是偶然的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建造一个祷告物 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开始呢 从一个祷告室开始 我想问一下 几个人 几个人你有去过楼下祷告室的挥手一下 几个人 你有去过的 一个两个三个 我们老姐妹几个 年长的 感恩 那再问旁边的人 你为什么没有去呢 你为什么没有去 你不知道 那我今天告诉楼下有 等一下你们下去查点的时候 你就看到那个 礼拜天是哪来接待新朋友 我们要欢迎我们这些民度来的新朋友 我们拍张 欢迎他们的这一批 等一下你们下去 可以去到我们呢 接待新朋友和客人的房间里面 就是我们祷告的房间 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一下 真的氛围不一样 那我自己个人呢 我们早上七点多就来这里 就在城岛了 那我感觉到 我自己经历到的就是呢 我每一次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对我讲话 他就可以把他的心告诉我 所以我很多的信息呢 不是我在家预备的 而是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 突然间他就让我 领受到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记载下来 所以我开始感觉到 哇 那个地方真的是有恩告 真的是有恩告 所以越多的人进去祷告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恩告就越来越强 可以说阿妹吗 说阿妹 阿妹 那么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那个美国的伯特利教会呢 他们的教会旁边就有一个祷告屋 所以整个教会呢 那个祷告屋以前是24小时开放的 那么后来兵衡牧师说 他生夜现在关掉了 因为很多流浪汉没有地方睡觉 就去祷告屋睡觉 那么这个教会 他们开始建造伯特利教会的时候呢 他们是从建造祷告屋开始 弟兄姊妹 所以呢 整个伯特利教会呢 比喻牧师呢 他们那个团队要如今这个教会能够这么成熟 这么样大 就是完成天赋这么大的工作 不是靠台上的功夫而已 也不是靠牧师传道人 而是根据是在于那一间祷告屋 所以当他们一开始 这是二十多年前 我不晓得多好年 我只知道二三十年了 那个祷告屋是他们第一个建造建的事情 所以呢 这就告诉我们说 世世代代 我们要看到复兴来到 一定要从祷告开始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今天我再一次服役弟兄姊妹 你的祷告生命如何 你的祷告生命如何 你有在祷告吗 你有没有 你的祷告祭祷是不是倒了 还是你说我今天呢 我再一次被挑望 你自己跟上帝立约 跟神说神 我每一天早上五点起来祷告 那你就五点起来祷告 我七点 总而言之你要跟神讲 我要回到你的面前 我的个人的祷告的生命呢 我要建造起来 然后如果你是家长的话 请注意 家长是时候重新恢复 一家人的祷告时间 做父母的 这是你的责任 这是你的权柄 你要带你的家人 一起来祷告 所以我知道我们以前 我们的公公婆婆 以前一百年前 那个基督徒刚刚 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每一个家庭呢 都是公公婆婆子 爸爸妈妈吃饭之前 阿公坐在这边 所有的孩子围在旁边的时候 子子孙孙围在那边 全部是用祷告 读圣经开始 然后才吃饭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文化了 那你如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基督徒 信仰会那么样有根基 就是因为从小在家 就是这样做大的 所以他们的家族呢 我们以前的公公婆婆的时代呢 留给我们后代属灵的遗产 但是呢这个遗产 留了一代就没了 今天没了 所以今天是时候把这个属灵的产业 重新把它挖起来 把属灵的产业重新把它挖起来 然后你要建造它 然后你要去把它传承下去 给你的后代 所以我希望说今天早上 你的父母呢 夫妻要开始祷告 问神说 我们家的祷告祭祂要怎么样去建立 可能已经是 已经是很久没有家里一起祷告 可能不能每天 因为现在挑战真的是很大 如果不能每天 是我夫妻能够坐下来商讨说 我们家一定要一个礼拜 来建立祭祷一次 不能每天至少一个礼拜 能够做到一次 这个就是建造你家的祭祷 然后这个祭祷呢 建造起来就是你孩子们生命的产业 属灵的产业 已经在建造传给他们了 所以弟兄姊妹呢 这个是 这个是呢 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的家祭祷在哪里 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们一起祷告 所以呢 当我们个人祭祷建造起来 家庭的祭祷建造 然后你要开始为教会祷告 你要开始为城市祷告 为什么呢 教会是你的属灵的家 所以你可以问神说 上帝啊 一个礼拜七天 我哪 我可以奉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去到祷告室 下面的祷告室 为教会祷告吗 为城市祷告吗 那你可以问神 你可以问神 我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愿意奉献 至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 来到祷告室呢 开始为这个城市祷告 为国家祷告 那么我们也感恩呢 就是上个星期我们也有讲说 金小牧师他们开始把建成建那个祷告屋 那个祷告屋就是为城市祷告的 你也可以去到那个祷告屋 当然以后要等开放的时候了 好的那么这个是这个是整个恢复这个我们要重挖复兴的水景的根基 这个重要的根基就是祷告要从祷告开始 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讲的是一个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就是呢 家呢有遗产和产业的传承和继承 家可以有什么遗产和产业的传承和继承 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听过 你听得懂这什么意思吗 如果是家的话 家就有什么 家就有这一个权利 家就有这一个right就是权利 如果你是家人的话 你就有权利承接什么 承接你父母或者是祖父母 祖宗的产业 这个对吗 大家都知道吗 OK 回手 知道吗 如果你是家的话 你的祖父祖母 你供爸爸妈妈的产业 你是不是有权利继承 对 他们就是传承给家是吗 医生你的产业有没有给我 医族写的吗 有没有我的名字 怎么会没有呢 为什么没有 有没有Flora的 有没有阿红的 只有他们两个 为什么 因为他只有把他的产业传承给谁 他的孩子 他的家人 那么弟兄姊妹呢 这一个开启了我一个新的一个看见 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在讲神要建造家 要建造家 我们以为说家就是教会这个聚会的一起在一起 其实它是超越的 家呢 如果这个家在这个徒弟上建造起来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家呢 这个属灵的家 这个教会呢 我们就有权利继承 inherit 我们就有权利继承这一块徒弟的产业 OK 注意听哦 如果我们家已经被恢复了 就是我们是教会 但是我们也是 我们的家的身份已经恢复了 当然家的身份就是 你是儿女的身份已经恢复了 那么如果儿女的身份恢复了 那你就是家人 对不对 这样子听得明白 儿女身份的恢复就告诉你说 你就是这个家 属灵的家的孩子了 就是这一块土地的孩子了 那么你就有权利继承 上帝给这一片土地的产业 所有的产业 你都有权利 因为你是儿子 你是儿女 这样子听得懂吗 你看这边 只有谁 唯有儿女才有权利继承 传承 遗产和产业 奴隶和仆人 没有权利 所以 我们这几年来一直讲说 身份要恢复 身份要恢复 身份要恢复呢 除了帮助你自己 活出儿女的身份 它警戒下来 就是要告诉你说 你的身份被恢复的时候 你就是儿女了 你就有权利继承 这一块土地 上帝给的产业和遗产 你说 哇 有产业给我啊 你 你问旁边的人 你知道这个你可以 你知道 上帝要给你产业吗 问他一下 上帝要给你产业 你问他 你知道吗 我在这之前 我都不知道 但是神一点了我的眼睛 所以 如果我们的身份 没有被恢复 我们还是一个奴才 我们还是一个奴仆人的话 那么奴才跟仆人 不能承接产业的 所以 Stella 你家有工人吗 如果你家有工人 你产业会给他吗 绝对不会是不是 因为他只是仆人 所以呢 过去几年 神一直叫我们恢复身份 恢复身份 有很多的人 不明白 身份有那么重要吗 有很多人就反对说 哎呀 哎呀 许牧师身份不重要 那个power 那个能力 那个才重要 所以很多人不买当 我知道你不买 有很多人不买当 不买儿女身份的当 因为觉得 不是这样子的 应该要有power 要有能力 但是今天呢 你明白了 如果我们 上帝要复兴这一块土地 上帝要恢复这块土地的 丰盛和产业的话呢 你是儿女的身份 你就直接可以承接了 所以 那一个产业呢 给谁 给儿女 所以你就会发现 刚才经常牧师说 哎 为什么有的人越做 越丰盛 有的人就是 你五年前 他是这样 他是这么样 这样 level是这样 五年后你看他还是这样 为什么 一定有属灵的原因啊 为什么有一些人 五年之前 我们看到经济只有这样 五年之后 哇 你看到 哇 他真的是丰盛 他继承了那个产业 这块土地的产业 他继承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有的 只有家儿女 才有权力继承 这个遗产和产业 所以神给这一块土地的产业呢 和遗产呢 是谁去承接 我们 跟旁边人讲 我们 我们这些身为神儿女的 那么 我们 我们来看第二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身份恢复那么样的重要 这将带来复兴这一片土地 和城市的遗产和产业 所以呢 如果我们身份没有被恢复 上帝要恢复复兴这块土地 他要把 就是上个礼拜 我讲的下面的资源 全部挖出来 给 然后如果我们是奴才的话 我们是 仆人的话 我们不懂得管理这些产业 所以最后这些产业 可能又伤害到我们 那如果我是儿子身份的话 如果真的 我讲个例子 如果我今天已经恢复了 儿子的身份 我是爸爸的儿子 我是知道 我是这块土地的儿子 我有权利继承这个产业 真的挖到黄金了 黄金很多 挖到很多 那如果我是儿子的身份 我去经营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会好好的管理 我会让这个环境被我管理之后 因为我是儿子嘛 所以我管理的时候 我不会贪 我也不会吃吞 我也不会乱来 我是把它经营得非常的好 让它使我蒙福 也使这块土地蒙福 这个就是儿子 儿子懂得管理产业 如果今天这个儿子的身份 没有被恢复 我们还是一个奴才的话呢 奴才一看到有产业做什么 就抢就毁 就偷就毁 是吗 一样的你家的工人 看到你有环境 他会怎么样 他就偷了 就拿去了 就带来的是什么 是剥夺 是伤害 这样明白吗 如果是仆人的奴才的话 你看到产业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贪 就会剥夺 就会带来伤害的 所以这块土地 本来是环境已经挖起来了 很多很多的环境 但是如果这片土地上的人 都是奴才的话 都是仆人的心态的话 他就会做什么 剥夺 贪 偷 跟抢 然后这个资源 那个钱可能是 trillion 钱跑去哪里 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钱不知道跑去哪里 因为那些 土人 那些奴才 把他 尸吞了 但是如果我是儿子的身份的话 我会爱这块土地 我挖到很多环境 环境 我会总的管理 让这些环境的怎么样 我不是用贪 不是用偷 用假的态度去管理 而是我要怎么样 让他发展起来 他能够祝福整个私物城市 他能够祝福整个撒老院 那么这个资源 把丰盛 就不会带给我们伤害 而是带给我们整块土地的祝福 所以今天 上帝 这一波的复兴 要来到的时候 上帝要儿子的身份去承接 上帝不要再奴才 或者是仆人的身份 因为如果是奴才 是仆人的身份 你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 你就是起唐恋了 你就开始觉得说 你就开始剥夺了 你就开始偷了 所以造成这一块土地 最后又受到伤害 那么弟兄姊妹的 我们来看 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来读 受造之物一起来念 受造之物 切万等候神的什么 种子显出来 因为受造之物 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 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 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 得祥神儿女 自由的荣耀 受造之物 这是整个创造物 包括地下的资源 都在等候什么 等候儿子出现 注意听 这个经文 我们其实有讲很多次 等候谁出现 儿子出现 因为什么 因为儿子出现的时候 会让他们从被掳中得自由 如果是奴才出现的话 就会剥夺他们所有的产业 所以你发现了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的领袖 是奴才 是仆人 还是一个儿子 你就看到了 再想一想 我也不能明说 明说也太明了 我们国家的政府 是儿子 还是奴才 还是 还是那个 儿子 那个仆人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 上帝要示范 这一块土地自由 谁能够使他自由 儿女 一起讲儿女 转过去跟旁边那个人讲儿女 你就是儿女 你说将来 私无下面的产业 黄金 民怒 挖到的时候 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发展商 你跟他讲 你是儿女 你发展这个土地的资源的时候 你是要祝福私无这块土地的人 自由越来越丰盛 而你不能够像这个奴才的老板一样 奴仆的老板一样 你看到这个资源的时候 你是发展商 你想的只是你的口袋 你剥夺了老百姓的利益 然后呢 这块土地的资源 本来是要祝福老百姓 越来越丰盛 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但是因为你是奴才 所以你是奴才老板 你就开始怎么样 就贪 就失吞 就剥夺 所以这个本来是指食物的百姓 杀老越的百姓 能够更丰盛一点 吃得比较饱一点 最后又怎么样 又落在你的口袋里面 然后杀老越的百姓 还是打回原形 又是贫困的 又是没有钱的 又是找不到饭吃 是上帝没有给吗 不是上帝没有给 是因为没有儿女起来 所以弟兄姊妹 你的儿女的身份是那么重要 今天我们大众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看到这个重要性 你一定会说 我要赶快拥抱我儿女的身份 因为我以拥抱我儿女的身份 我爸爸就会把那个产业交给我去管理 这个土地的产业给我去管理 如果给你去管理的话 你就会使所有失误的人 从贫困中得自由 从那个不够里面得自由 从那个落后里面得自由 因为有儿女起来做政府了 有儿女起来做发展商 有儿女起来经营公司 那么我们儿女的态度 生命就是使人得自由 就是使这一块土地得自由 大家这样子明白吗 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问旁边那个人 你明白吗 你明白重要吗 到今天 为什么杀老越还是那么平准 为什么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平准 因为没有儿女对的 给他一个鼓掌 都是谁 都是奴才 都是奴仆 奴才跟奴仆的 看到产业就吞吃了 就剥夺了 那最后 老百姓就怎么样 老百姓就一直活在贫困里面 一直活在被掳里面 所以今天早上你的儿女的身份 是那么样重要 你一被恢复 天父把产业交给你去管理 你就能够释放这块土地得自由 一起说Amen 所以你会重要吗 你问旁边的你重要吗 你重要吗 你重要 因为你起来 上帝就会把产业给你管 但是当你管的时候 你要使似乎得自由 又使撒罗约的自由 一起说Amen 我上个礼拜跟你讲 我们土地下面 撒罗约下面有多少钱 1.25 trillion 1.25万亿的资源在下面 这些资源买藏在下面 等什么时候发展 等儿女 等儿女出来 如果你知道你是这一块土地的儿女的话 你心起来 爸爸说 我的儿子长大了 他可以管了 我就给他做 他可以做这一块土地的发展商了 所以弟兄姊妹 儿女要起来 所以儿女的身份是那么样的重要 我们来看 只有儿女才能够继承什么 复兴的水井 那么我现在 我讲一下 很快的讲到 这个家庭跟这个产业的遗产 我们要转化 一起来念 我们要转化 要传承属灵的遗产和产业 就要把教会建立在家庭的根基之上 培育什么 尊荣和澄清的文化 所以我们要看到复兴 我知道大家开始 有一点感觉到 我们要复兴 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说我们正在重建祷告的祭祂 这些都很重要 这个就是根基来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根基呢 如果复兴来到 儿女的身份没有被恢复 这一些人还是奴才还是奴仆 奴才跟奴仆不能经营复兴的 我再讲一次 奴才跟奴仆不能经营复兴太久 所以为什么过去那么多的复兴 都是几年就没有了 几年就没有了 为什么 有祷告吗 有 不是祷告出问题 而是什么 根基 家庭的根基 家庭的根基 出问题 因为没有家的关系 因为没有儿女的身份 虽然有复兴来到 但是呢 人跟人之间那种 免不了的那种 比较 不爽 人跟人之间那种的对抗 人跟人家那种的不安全感 就是爆发的更大 在复兴的时候爆发的更大 因为在复兴的时候 如果哪一个人很有恩高医病的话 那么这个人很有恩高就被重院了 下面那些人 比较没有那个恩高医病的 就开始不爽他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 这个是自然的 跟旁边人讲的 这是自然的本性 所以上帝要复兴这块土地 除了祷告之外 家的根基要立下 家的根基才能够建立 生出儿女来 不然的话 复兴一爆发出来 那一个什么 竞争啊 比较啊 妒忌啊 控告啊 定罪啊 什么都出来了 一定是不完美的 复兴是不完美的 复兴是很乱的 因为复兴来到嘛 是超过人所能控制的 所以 如果你不是儿女的话 如果不是家的关系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信任的话 我们一直在后面 猜疑怀疑猜疑怀疑 父亲都不用来到 就已经被破坏了 所以为什么建造家庭的关系 儿女的身份是那么样的重要 现在呢 神要预备我们建造 预备我们父亲来到 我们知道父亲要来了 所以我们在建这个祷告的祭堂 但是祷告的祭堂要建造在什么 要建造在家庭的根基之上 如果没有家的话 父亲来的时候 全都是孤儿的话 这个时候就是表演了 听懂我讲什么 我讲得很明白了 很老百姓的话了 如果父亲来到 这些人的内心都是孤儿的话 还没有有儿女身份 没有安全感的话 就是表演了 就是对比了 就是控告 就是定罪了 那个时候恩赐大大展显了 能力大大展显 所以你发现了 为什么神要我们 一直在建造儿女的身份 要预备复兴 如果复兴来到 都是儿女的话 都是家的关系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有恩高 我们会祷告他 我们会欢庆他 我们不会定罪他 我们不会妒忌他 我们不会在孤季当里面挑骨头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我们要培育什么 尊荣和澄清的文化 一起讲尊荣和澄清的文化 这个就是整个复兴的家的关系的根基 如果我们没有建造这一个文化的话 复兴来到的时候 很多混乱的事情会出现 也不是说不好 总是会有一些混乱的事情会发生 因为圣经已经明说了 你要马槽有粮食 你一定要允许马槽有混乱 如果你不要混乱 那就不要有畜场 你牛就不用有畜场 那是最干净的了 那么你发现呢 在复兴来到的时候呢 哇 有的时候呢 我不小心做一件事情 我踩到你的脚 或者是我不小心讲一句话 得罪了你 这些都是会发生的 如果没有儿女的身份的话 没有家的信任感的话 我们就在后面就怎么样 猜疑的 那个猜疑一次比一次多 一次比一次多 之后就是爆炸 但是如果我们学习 现在就学习什么叫成情 我踩到你的脚一次 你就直接过来 你不要怀疑我 你过来跟我讲 我给我机会跟你道歉 这个是成情 说阿们 如果你我们这个东西 学不会的话 复兴很难来到 因为太多的不完美 太多的软弱 太多的误会 误会是怎么来的 没有去成情 一起讲 没有成情 就会带来什么 误会 误会就带来分裂 分裂就带来毁灭了 所以上帝现在预备我们 迎接复兴 不是单单祷告 祷告还要建造在家的关系上 家的关系是信任 是接纳 是澄清 是尊荣 这四样东西一定要活出来 如果这四样东西 没有活出来的话 复兴是很难维持的 因为一定有混乱 一定有差异 一定有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讲天国文化 讲了这么久 我相信是时候 神让我们明白是时候怎么样 是我们被挑战活出家的关系 所以被挑战活出家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一个澄清的文化 一起讲澄清的文化 大声喊出来澄清的文化 再讲一次 如果我们不学这一个 我们会使父亲最后很快就灭掉了 澄清的文化就是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我们是要彼此提醒 我们是要彼此帮助 可以说阿妹吗 如果许牧师做错事情 我也是要你提醒我 你这个就是澄清了 如果你觉得有一天 你听到外面有声说 许牧师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请你告诉我 你听到喔 有人讲许牧师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胡思乱讲 他说他也不买你当啊 你说他胡思乱讲 他说我讲真的啊 反正会讲话的都是这样 我讲真的啊 他那里会讲说你 我讲假的呢 请问 现在我刚才讲 如果你在外面听到 有人说许牧师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说哪一个牧师怎么怎么样 你听了之后 你要做什么 你要告诉他什么 叫他去直接找许牧师 一定叫他 你找许牧师 理清一下 你去问问许牧师 给许牧师一个机会解释 如果许牧师真的错了 给许牧师一个机会悔改 这样子OK吗 不要一次就把许牧师定死了 如果你没有讲 许牧师不知道 可能之后 许牧师又犯错 那最后真的是 许牧师也怎么样 也失败了 所以 我们听到任何一个声音 如果你觉得影响到你 如果你觉得很重要的话 那你就要去找当事人 不是只许牧师而已 我讲这个文化 是每一个关系之间的文化 就比如说你可能听到 有人讲说 你的主掌怎么样 哦 主掌 大家都会有不满意的 说好 那你要做什么 你听见了 一般上我们是这样 哦 主掌这样 哦 真的是这样 我也是有听 哇 你他 你 你说就昨天我就有听到一个 哇 这个更糟糕了 今天听这个 他又讲 昨天我也听到 对啊 我们的主掌就是这样 我们的主掌就是这样 这个文化呢 是没有澄清的文化 这种的文化 会让教会死 让所有的关系都会死 所以现在呢 就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建立一个家 天国文化的教会 我们要学习澄清 但你刚才你听到 你的主掌这样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人家跟你讲哦 你说OK 姐妹弟兄 我们不可以 我们还没有澄清之前 我们不能相信 一起讲 没有澄清之前 不能相信 一二三 再大声一次 没有澄清之前 不能相信 不管你听多少个人讲 只要没有澄清 就不可以相信 那要怎么办 你说来 我们去找我们的主掌 问他澄清一下 这件事情 你真的有这样子做吗 他可能说有 那你就给他一个机会 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子做 然后你们在医院 家的关系 彼此信任接纳 你让你主掌感觉到说呢 他是被接纳的 甚至主掌真的做错了 你的态度是尊荣 是接纳 说主掌 你做错了 不要紧 我们帮助你 我们陪伴你 这个就是家 今天呢 这个家的关系 一定要澄清 一定要信任 一定要接纳 一定要尊荣 因为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如果我们期待一个完美的人 带复兴的话 那是绝对不能的 一百年后还是没有复兴 所以教会是建造 家的根基上 要用什么 要培育什么 一起讲尊荣和澄清的文化 所以呢 我们是要彼此帮助 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承受 我们来看第二点 毕童牧师说什么 复兴是建立在哪里 家庭的基础上 否则你就得做很多的活动 来维持它 复兴不是建立在 活动上的 如果你把复兴建造在 活动上 你要做死你 复兴是建造在哪里 家的根基上 这个是比尔牧师讲的 意思就是说 复兴也不是单单建造在祷告 如果这个祷告的人 没有家的关系 也是维持不久的 我现在顺便讲一点点 怎么叫做只有祷告 没有家的关系的后 那个撒伤力 如果今天我是被复兴做 十五的祷告的人 或者说我是一个代祷员士 我的身份没有被恢复 你知道我是用什么生命来祷告吗 我是用奴才 奴仆的生命来为这块土地祷告 你知道那个后遗症是什么吗 就是奴才跟奴仆的果子 所以很多的人不明白 只要他会祷告就好了 反正祷告就是很好 我知道祷告很好 但是这个祷告的人的生命 如果他没有恢复儿女的身份 我简单的做个例子 他还是个奴仆 他还是个奴才的身份 我讲我自己 以前我也很会祷告 我现在也是会祷告 但是我去美国之前 我不知道这个真理 我的祷告是一个 很拼命劳苦的祷告 我祷告得太劳苦了 太拼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渴望复兴来到 我渴望看到一个突破 所以我是从早上五点祷告到九点 方言一直祷告 一直拼命祷告 把墙壁都要打破去 那里面的负担迫切 好吗 是很好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有这样的 这么热心的祷告的人起来 但是那个时候神要处理我的生命 是我的身份 那个时候我祷告 是一个老苦奴才的身份 我今天就会明白了 我这么迫切祷告 我是要什么 我是要看到复兴来到 我是要看到一个突破 我要看到神全能展现 但是上帝说 这些东西呢 我都很容易做 我要看到是你跟我的关系 是你跟我的关系 所以祷告有什么分别 祷告的分别 有儿女身份跟没有儿女身份的分别在哪里 没有儿女身份的祷告 是一种交易 我今天可以讲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走过 是一种交易的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想恢复 恢复祷告祭坛的时候 我们建立十五的祭坛 这个东西如果根基没有立下去 又是奴才的根基来祷告 是一个交易 是一个交易 上帝我这么努力祷告 你要复兴十五 有错吗 没错 这是错的道理 又没错又错到全部 因为我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交易 我这么努力祷告 我五天祷告到九天够了吗 不够 上帝我再进十多四十天够了吗 不够再四十天够了吗 这种的渴墨追求是很重要很好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叫身份恢复 我以为我就是这么爱主 我也没做错事情 但是那种的祷告是一个交易来的 是一个交易交易来的 我这样祷告你给我 如果你没有给我的话 当然我不是求自己的利益 我也是求这块土地吗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交易啊 那么你说儿女身份恢复的祷告 什么分别 我也是一样的祷告 可能五点也是一样的祷告到九点 但是我里面心态改变了 我这一次祷告五点到九点 外面都没有改变 我里面改变了 我这一次祷告不是交易 我这一次祷告是认识我的神 我这一次跟祷告是一个关系 这样子听明白吗 这个东西是非常深奥的东西 只是一线之长 只有一线之长 所以为什么神花几年时间建造我们的儿女的身份 因为接下来祂要建立祷告的祭坛 他说这个祷告的祭坛 祷告的人的生命是儿女啊 还是奴仆 那就是关键性很大了 如果是奴仆的话 就像我过去这样一个交易 神我祷告这么多 所以你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儿女的身份是说 神我祷告 来亲近你 来认识你 我跟你建立关系 你去做你的工作 是天地之差 说Amen 接下来我会多分享这一些东西 所有东西只有一线之差 只有一线之差 如果我们今天这种一线之差抓不到的话 我们还是也会去 那个奴仆的身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第三 这个很重要 一起来念 家的 家庭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信任和接纳 由什么来主导 尊容文化和成心来主导 要建立家 一定要接纳 一定要信任 如果没有信任 就不能谈家 如果没有信任的话 我做多好 你还是推翻我的 没有信任的话 我做什么 什么我们说 一点芝麻小事呢 就会 就会砍断我们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没有信任 所以如果你的底线没有信任的话 我怎么澄清 你还是最后还是怀疑我的 因为没有信任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要做一个决定 我们要建立十五的祷告祭坛 要建立家的祷告祭坛 这一个祭坛的根基是家 父亲的根基是家 是信任和接纳 没得选择 因为有太多的父亲 起来倒下去 起来倒下去 为什么 没有家的关系 没有信任 没有接纳 没有尊容 没有澄清 所有东西都是往里面吞 然后就是猜疑 最后爆炸 我宣告说 这一次神这么认真 看待我们这个徒弟的话 我相信他已经就是要把家 就是让这一次的复兴 是建造在家的关系上 而不是建造在任何的根基上 所以伯特利教会 复兴 谢谢你支持我 伯特利教会复兴 这么久没有叠下去 为什么 因为有自家的关系 他们能有软弱吗 多的事是软弱 我都蹬到报纸上去 但是那种的接纳 那种的信任 让大家一起走过 那一个失败 有一次我听到 那个Bill牧师 Christmas讲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说 走要复兴的话呢 我们真的是 那个挡要大一点 我说什么 好像我不够挡 我现在又不要做了 我走不下去 因为那种冲击力太大了 如果我的里面 新鲜不够大的话 真的是做不到 有一次Christmas Christmas刀很利的 他的刀很利的 那个是仙子 他一把刀就砍下去了 所以有一次他们的领袖 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有讲细节 做一件事情 然后呢 报馆的人 因为他们很出名 整个家园那么出名啊 还有我们后商 那还没有那么出名 什么一只苍蝇跑进来 报纸都登出来的 所以你出名也是 猪就是怕肥 人就是怕出名 因为他们太出名了 所以那天晚上 报馆的人告诉他 打电话跟他讲说 你们教会明天是头条新闻 啊 头条新闻啊 你们教会明天是头条新闻 front page 所以那个报馆就跟他 你的领袖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已经在头条新闻 报纸印出来了 然后这些做主任牧师的 就要去面对处理 所以我说如果我的心脏不够好的 我做不了这个东西 Christmas就立刻打电话 跟Bill牧师就商讨这件事情 你知道 Bill牧师 因为Christmas是出名处理的 Bill牧师就是后面那一个 你去做就好了 你去做 然后Bill牧师跟Christmas说什么 Don't throw him under the bus Don't throw him under the bus 我们华人还不懂什么 Bill牧师只讲一句话 这一个孩子做错事情 你不要把他丢在巴士车下面 这样子听得明白吗 Don't throw him under the bus 他做错了 我们不可以再把他丢到车下面去 Christmas就是赶赶要把他丢下去车底的 但是Bill牧师说 Don't throw him under the bus 所以最后呢 整个问题呢 他们就去面对 去处理 这个就是假 真的是太难做了 对我来说我觉得太难了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切事情 我就把它 不要不只是 只要把他丢在巴士车下面去 把他丢去拉拉河 这个人哪里有多用 是不是 我们就是会这样子想 那么 我今天早上呢 我们讲 有其他东西我不能讲 但是我要讲最后一点 跳到一那边 承担起十五的责任 我讲 我们做祷告的 我讲一两个例子 然后我就结束了 我们请敬拜团上来 我们如果是十五的百姓 儿女的话 我们要负起这个责任 十五的责任 意思是说十五发生什么事情 你有权利 属灵的权利来祝福他 来转变他 You can turn it around 因为你是儿女 那最近呢 十五有发生很重大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 这些我们都不用讲了 都知道 然后也有很多 scam的事情 scam就是骗句的 如果你遇到scam 你遇到人来骗十五的百姓的钱的话 请问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你的反应会怎么样 哎呀 不管我的事了 这是第二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第二个反应就 哎呦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那个人又被伤到 对对对对 然后讲得天花乱坠 信息发来发去 发来发去 因为怎么样 哎呦 这个新闻很大 这个人又被骗 然后这个是第二种的 第一种的人管我没事 第二种的人就 电话来发来发去 发来发去 当作新闻讲 我们来读这个东西 这些经文 今天早上我要结束的时候 讲这个经文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一节 就下面一个slide 一起读一二三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停停 问旁边的人 你是不是这种人 把所有的新闻都是 说说停停 不关我的事 不关我的事 今天早上我要告诉大家 是管你的 是管你有事的 是你的事 因为我是失误的人 说Amen 管我有事吗 有的 我要保护失误 我要祝福失误 我要守护失误 因为失误是我的家 是我的土地 一起说Amen 有事情发生 你要怎么样 你要保护 所以最近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知道了 我知道 然后呢 我也知道很多人 几个旁边的人 都牵涉在里面 都知道 然后我就听到 有一个朋友一直讲 一直拿来开网 这样嘿嘿嘿 牧师啊 嘿嘿嘿 嘿嘿 然后嘿嘿来嘿嘿去 哇 我听了 我里面真的是很火滚啊 你是 你是个基督徒 怎么 你一点都不会 意思说你一点都没有负担 只是把它说说听听 讲讲看看 笑笑 嘿嘿嘿 哇 那天早上我一起来 我就看到那个新闻 一直出来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这个朋友说 我说朋友啊 你是基督徒 你知道这一些事情 是伤害失误的百姓 是剥夺失误老百姓的钱 你怎么可以只是嘿嘿嘿 在那讲 我说你要负责任起来 堵住这个破口 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去保护它 我真的打电话给它 我想它一生之后 也没有人这样子 跟它讲过话 因为我们都习惯做什么 一有什么新闻 然后你就是 15的广播电台 发上发来发去发来 但是你除了把新闻 说说听听之外 你有没有负起 做儿女的责任 做这一块土地的 主人的责任 我是15的主人 我要保护它 我不可以让更多的15人 被骗上当 最后我去行动了 我去做一些 我从来没做的事情 我现在也不能跟你讲 我去做 因为我知道 我是这一块土地的儿女 和主人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们按在旁边的一个人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阿妹 阿妹 我们说主啊你 祝福我的心 今天早上 有没有唱什么诗歌 举起我们的手说 敬拜我们的神 主我是15的主人 我是15的儿女 我要爱这个土地 我要祝福这个土地 我是这个土地 天父我们感谢耶 把手按在旁边那一个人 祝福他成为15的儿女 15的主人 谢谢神 我们唱副歌就好了 来 我们该告绝耶稣的舍命 因为大复兴要龙大 临到这块土地 从天真动到地心 大复兴 我要看到你国降临 谢谢耶稣 我们说你的国降临 我要看到你国降临 大军王 我们高级神 在 Cum 我们高级耶稣 在恃兴 这块土地上 从天真动到地心 大复兴 从天真动到地心 我们高级耶稣 神明已荣誤 从天震动到地心 大复兴 我要看到祢过降临 我们就是跟我们暗所在旁边的一个人身上 跟着我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 我是失误的儿女 这块土地属于我的 你要使用我 恢复复兴 重建复兴 在这块土地上 今天你建造我儿女的身份 建造家庭的关系 就是一种的信任 接纳尊荣和澄清 我相信 我儿女身份被恢复了 我会爱这个家 我会爱斯武 我会爱马来西亚 谢谢耶稣 我要使用儿女的身份 今天早上 祝福斯武 你要复兴起来 要复兴起来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耶稣名求的 阿们 我们派传荣耀归给我们的船 阿们